嗨 又到生酮感受 講健康講生酮的部分 上一集講過 生酮最好當然是可以清洗Keto 即是吃那些你二十代之前的太野太麻 太公太婆所吃的東西 即是牛扒 豬 雞 蛋 但因為我們活在現今的社會 我們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去準備自己的飲食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外面吃 那就真的不能清洗去哪裡 如果不清洗的Keto 即是Dirty Keto 又稱為Lazy Keto 那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吃外食 還有吃一些急凍 快餐 我不會暫在道德高地 我自己都是這樣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在香港的時候 工作很忙 我沒有時間準備東西給自己吃 那大部分時間 是99.9% 我都在街上吃 就算在家裡吃的時候 都是因為太累 不想出街 叮回之前打包了一些食物 所以沒有自己準備食物 那另一個鞭箱 譬如我去了外國讀書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 我又不想吃別人提供的東西 一定不是Keto 就唯有在超市裡買 一盒盒的買回來 即是真是Processed Foods 我們叫做 Highly processed 還有packaged 即是經過很多重的處理 以及預先包裝的食物 你說我Dirty Keto 那有什麼所謂 我總之都是高脂肪 還有低碳水 然後中度蛋白質就可以了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這個你會需要更加多的技巧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只要看類似 可以看到頭暈的 因為一些高度處理了的食物 包裝好的食物 它裡面加了很多東西 而很多都是一些外星文 就是不知道它寫什麼 那你就變成你要很用心 去Google 去Search 這樣 因為美國的標籤法 就是最多的那種成份 它一定要放在第一的 而你看到現在 為什麼說砂糖 或者說 好像撒旦一樣 我們以前都說 糖好像撒旦一樣 有70個名字 60個名字 因為 食品公司不想 第一個就寫著sugar 所以它會拆出很多個名字出來 就變成你看到很多東西 你以為 很棒啊 很划算 其實只不過是糖的不同名稱 所以如果你是Dirty Keto 就是經常在街上 買一包包的食物回來的話 很大機會它裡面 就加了很多東西 例如 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Dirty Keto 在街上吃 你可能會點一個 Double Cheese Burger 雙層之似媽寶 不是說哪間 任何一間都可以的 但是 那個漢堡扒裡面 可能加了很多佛芙仔 加了很多味精 對 加了很多色素 令肉的顏色 永遠都這麼鮮色 永遠都不會壞 那你說 喂 我真的沒有吃包包的 我也是生酮的 但是你吃了那些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會不會影響到你健康呢 其實會的 OK 例如你說 我外出吃東西 燒尾泡 那我吃了叉燒 叉燒 大家都知道 是甜的 那你說 但我沒有吃飯 我沒有吃奶粉 我沒有吃可粉 那你可能都還在Ketosis裡面 就是在生酮的狀態裡面 但是那小小的糖 如果你很敏感的話 自己可能會把你踢出去 或者你可能還在驗到 驗尿 還是有些紫色 但不是你心目都想要那個 那隻紫 或者你驗血和刀手指的時候 你發覺 那個度數已經少了 甚至有些人 他刀手指 驗血或者是驗尿 都還在 但是他見頭痛 或者說 他呢 是已經 覺得他人疲了 關節痛了 因為始終 有糖就是有糖 那所以就說 如果你真的出街吃的話 不要緊的 譬如我也是一個舉 我選舉個扒 我選串燒 不用汁燒 我用鹽燒 好了 最重要那些乾淨的方法 因為說真的 準備食物不是不好 但是呢 真的未必個個都有時間 那但是呢 你就要有個很明智的選擇 所以可能呢 我將來會跟大家呢 在一條街上拍片 就說我今餐吃些什麼 那你可能都會很驚訝的 蛤?你喝Cook Zero的? 蛤?你吃些什麼的? 那但是 在地些 如果 我們在這樣的環境 我們可以怎樣選擇呢 好嗎? OK? 下一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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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